Bosco 大佬神父,向中原國貨公司血瓶真是幾個製作,不過我原主條馬車人直直去,不用一枝碑爐,又有另一間大小的公司買唐山東西。 阿伯拉肯 弟弟,你所說的那間東方國貨公司,都是在九龍新蒲江崇嶺街,他在門派69至83號的崇嶺大廈,由地下至三樓,三層都洞中是他家機的物業,樓面面積超過兩萬多呎, 足足在中原國貨公司的四倍,因此他在中華民國六十年暑假,七月三日,星期六開張後,便搶交生意。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八月二日,星期二,凌晨兩點多時,吳斗大陸省港騎兵,拿副燒汗槍槍,拔開校門鐵閘進去, 先擁有能力地下兩點多 。再上二樓,關在第三一堆康空間那位職員, 然後在兩個小時內,拔了兩位碟頭十八盤咸龍, 可憐這些是星期六至星期日,連續三天假期的生意。 到尾深足,在地上連裏九盤咸龍 的肉食收飾。 三樓貨倉,數了八盤鹹龍的名歸中藥, 好像吉林人森、天麻、六尾巴似的。 我們又走回長澳職去購買, 倉購有什麼東西購買。 Moscow 大老神父, 東方國貨公司真是好大伯。 地下賣食品,珠寶玉石修飾、 藥材、名職品。 想屏上看看。 我開外山,誰推出她! 性牌煮的 roybaby模糊糊糊的樣子丟栽麗, 擺有樓層略的 reign的陽明人。 嘞死人了應呢 airline! 麥深俞爾 二樓買男女裝三襁 , 常常用品,皮鞋、電器、文房玩具、家庭用品, 補批醫療。 三樓除了購買傢俱,用來做寫字樓及貨倉。